潘师傅今年60岁 左手的两根手指上各有一个大水泡 他说屁股上的情况也差不多 再看这张照片 裤子上烧出了一个洞 潘师傅说这都是一部手机造成的 从照片看手机已经烧得发黑 后盖屏幕等部件都分离了 潘师傅说当时把手机放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 坐下以后几秒钟发生了爆炸 潘师傅那部手机是去年10月份儿子给他买的 慈禧安东镇这家光明手机连锁卖场的沈老板介绍 那是一部荣耀X20手机 沈老板说他和潘师傅认识多年 事发之后他联系了华为售后服务中心 把手机拿去送检 又给了潘师傅一部荣耀X30手机 让他先用着 潘师傅告诉记者 他的手机今年3月摔过一次 在沈老板这里换了屏幕 大概过了一个月 手机没有摔 但突然失灵了 又在沈老板这里换了屏幕 沈老板说潘师傅遇到这种情况 他从来没有碰到过 手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有个猜测 放在屁股袋里面 那我也自己在想 那有可能坐下去的时候 这个电池可能就是 手机折弯或者怎么样 有吃力了 那么电池出现一些问题 那也有可能 那这个我也现在只是一个可能性 对吧 因为我不是权威及格 潘师傅的想法是 发生了这种事 总要有人给他一个说法 慈禧迎泰城这家 华为授权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 不方便接受采访 后来荣耀公司委托公关公司 通过邮件回复记者 说是屏幕脱开 非原装屏 中矿断裂 初步判断非产品质量问题 可以投递研发实验室 或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 出具详细分析报告 潘师傅不认可 打算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情况 1818黄金也接着报道 下证损 agree到 布局 Chong 每个小断吟 下证损